北極溶冰 很多人都覺得事不關己 但人類在十二年之內 就會出現食水荒 那有關不關你的事呢 海冰溶化只是全球暖化的景中 而暖化就會波及其他地區的高山冰雪 其實世界多條主要河流的源頭 都在喜馬拉雅山 那裡溶冰才是全球食水荒的爆發點 現在很多地方的食水都是來自河流 而長江、黃河、印度河、行河這些主要河道 源頭正正就是高山上的冰雪 現在暖化令冰雪不斷溶解 比一百年前少了成半那麼多 這樣就會帶來一連串的大災難 首先 春天額外的雪水可能會造成河流氾濫 甚至水災 但冰雪逐漸消失 河流流量就會轉而減少 由氾濫變成乾坡 各地就會陸續出現寒災 現在全球已經有80個國家15億人 受到淡水不足所影響 聯合國環境規劃處更加警告 在2025年世界上會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活在水坊之中 更加大問題的是幾乎全球農業都要依賴河流和地下水來灌溉 一旦鬧水坊 隨時就會造成糧食軟缺 到時國與國為爭奪水資源 最終可能會爆發大規模戰爭 令21世紀陷入紛亂的局面 目標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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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